香港十八區, 區區都有特色 灣仔區有歷史悠久的建築 也有現代化的新型大廈 完全展現了新舊膠蓉的氣息 就像區內的運動建議一樣 充滿活力 全港運動全城約動 第六屆全港運動會 將會在4月23日至5月28日舉行 十八區的運動好手 已經準備就緒, 爭取戒職 今集我們看看灣仔區的備戰情況 灣仔區議會一直都十分重視 體育的社區發展 除了我們鼓勵灣仔區的居民 參與不同的體育活動之外 我們也透過地區的體育會 積極地培訓灣仔區的運動員 為參加港運會做好準備 在支持港運會的工作方面 我們也特別在今天選擇了 在動漫海濱樂園這個地方 去舉辦我們的誓師儀式 正要反映灣仔一個這麼有活力的地方 也影襯到我們一群運動員 他們一個這麼積極的投入精神 可以反映灣仔的居民 對於港運會的支持和投入 灣仔區的參賽人數不算很多 但每位運動員都積極地備戰全力以赴 所以我對我們的運動員 在今屆的港運會能夠爭取到好的成績 十分有信心 我們的運動員準備得很充足 不過今年有些年輕運動員 第一次參加 所以經驗就要在這次比賽發揮好一點 耳腦大身 希望灣仔區的運動員可以發揮得更加暢順 以及可以入到決賽 他們的隊員有些是學生 在學界表現得很好 但接下來這個全運會有些挑戰性 所以在接下來的八堂 他們會集中在技術方面的訓練 今年田徑項目對手很強 每一區都派出差不多是精英 我們今年有兩三個精英 因為加入了港隊 以及參加了亞運會的比賽 就不能代表 我們希望新一批可以接到新的成績 可以推動入到決賽 灣仔區,加油 我本來 律師 律師 在外界 以為求證明 祝我情願 多向你 演奏